各位好,現在講的主題是跟放棄有關的 因為有個學生他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他希望我做一個相關的討論 他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他希望我能夠說明怎麼樣幫助初學吉他的人 不會因為手指痛或者是很容易在彈吉他的過程當中 發出雜音,控制雜音非常的困難 怎麼樣不要因為這種種的困難而產生過度的挫折感 讓他學不下去 那希望我能夠想想辦法 能夠提出一些比較有建設性的意見 幫助這些吉他的初學者找到持續下去的動力 當然後面我會針對這個來做說明 但是這一個問題讓我想到了一個更重要的 關於放棄的這件事情 我想要討論的範圍更大一點 那包含各式各樣音樂的學習者 甚至如果你是其他的藝術形式的學習者 可能你也會遇到放棄或不放棄這個議題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深入討論的事情 我先說,在我的很漫長的教學生涯當中 常常會遇到學生的家長或者是來自於學生 他們給自己的壓力 有的時候可能那個壓力也會轉嫁到我的身上 就是他們很鄙視放棄這件事情 即使是當事人,即使是學生 他學到一個程度,他想要停下來了 但是他覺得他還沒有達到原本預設的目標 或者是家長覺得自己的小孩學沒多久 怎麼就停下來不想學了 他認為這就是一種三分鐘熱度 沒有持續力,沒有毅力 然後總之會有很多的負面的形容 就認為這樣是不OK的 這是一種個性上的,德性上面的不完美 應該要能夠堅持到底 無論如何不能夠很快的就決定停止一個學習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有帶傷缺的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好像常常都覺得你不能夠半途而廢 你是沒有堅毅的性格 這個是一個比較負面的不好的一個德性 甚至曾經有一個已經退休的學生 他年紀有點大了 跟我上課的時候 他一段時間之後 他發現這個樂器不是他當初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他想要停下來 他希望他可以不要學習了 但是他找不到一個說詞 他找不到一個說法去跟我說 去說老師我不要學了 老師我想要停止上這些課 但是我覺得更深層的原因是 他沒有辦法找到一個角度去接受自己放棄的這些事情 至於家長有時候就會給孩子很大的壓力 就會覺得說你才學不到半年 甚至你才學了兩三個月 然後我樂器都買了 你怎麼可以停下來呢 你這不是當初你是你一天到晚吵著要說 要學這個學那個的 你看跟當初學跳舞一樣 跟當初學什麼東西都一樣 都是學一下子就不想學了 就是為此給小孩很大的壓力 另外有些情況是遇到一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他們也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們就覺得我半途而廢 我就是個廢物 或者是有一些未成年的小孩 他們都有類似的困擾 有些人是沒有的 但是有些人是有這樣的困擾的 我在這裡講了那麼多 主要的就是要說 放棄根本就是沒什麼大不了 你只要不放棄你自己的人生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吧 你不要放棄自己的生命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吧 所以就 就和不上這件事情放輕鬆一點 當你不想要接觸吉他 不想接觸爵士鼓 你不想要學跳舞 你不想要幹嘛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接觸這些東西啊 如果我們把學音樂 學吉他打鼓這些事情 想成是打籃球好了 你不覺得事情就覺得很容易懂嗎 你這一陣子不想要打籃球 那你就不要打 說不定你過了半年或過了兩年 你突然又回想起 在球場上那種快樂的感覺 你又想要打球了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還有另外一種一個角度 我就是關於學音樂就得好好學 你就得學出一個成績來 不然你學這個幹什麼 那如果你想成打籃球好了 你打籃球你就得好好打 你非得弄個職業球隊的身份 或者是你非得要打到一個成績 非得要出國比賽 這一類的很奇怪的這些概念 如果套用在籃球你就知道 其實這很因人而異吧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在籃球這項體育活動裡面 發展得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這不影響每個人打籃球的快樂啊 你不能說這個人身高不滿180歲 他打籃球就是在浪費他的生命 你不會說這個人因為他跑不快跳不高 所以他就不應該打籃球 他沒有打籃球的資格 或他想要去報名一個籃球的學習營 去學怎麼樣玩球 這個有何不可能 那只要玩起來很開心很快樂 這不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穫嗎 玩音樂也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們沒有必要在任何一個 樂風或者是任何一個音樂的領域的角度裡面 非得要飛黃騰達或者是非得要登峰造極 我認為沒有這樣子的義務也沒有這樣子的責任 少數的人要這樣子去要求自己 那我是不置可否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義務 要把自己逼到那個程度 而且也沒有意義 因為人生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探索 你可能會發現你根本就不是這一塊料 你也可能發現這件事情帶給你的快樂 遠不如其他的事物 說不定你更喜歡旅行更喜歡攝影 或更喜歡文學或其他方面的事物 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去探索 人生其實沒有很長 花在一個你不喜歡的事情上面 太長太多的時間的話 這是一個錯誤 當然如果你花了一點時間去玩音樂 去學音樂 然後發現這個不是你要的 那你就可以在那時候決定要不要暫停了 因為停下來至少前面那個探索的過程 那個好奇心被滿足的過程 是美好的 是開心快樂的 這樣很好啊 那如果到了一個點 你覺得不對勁了 你要持續的投入時間 投入心力或其他的資源 把自己搞的壓力很大 而且所獲得的回饋都不是你要的 那個情況是很糟 你在糟蹋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沒有任何的好處 所以當你覺得不對勁的時候 任何情況下你就停下來 你也不要害怕去面對你的老師 如果你老師會在這裡苛責你說 你這個三分鐘熱度的半途而廢的 莫名其妙的家伙 就這些他給你一些負面的感覺的話 那這不會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因為老師在這裡的立場 在這種學習的立場裡面 他是一個應該是一個輔助者 他要幫助學習的人去探索音樂 去盡可能的去感受更多 探索更多 然後這探索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在 反過來是在對內自我的探索跟感受 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樣的音樂 自己對什麼樣子的藝術形式會很感動 有感覺 也許你沒感覺 這也是一種了解 幫助你更了解自己 所以無論如何老師是站在一個輔助者的角度 而不是一個主導你應該要做到什麼程度 才是個好學生 你這樣才是好寶寶 你這樣才是有為青年 才是一個很棒的退休族 你沒有浪費你的生命 沒有 如果你逼著自己去做不開心的事情 基本上你是在傷害自己 那就浪費自己的生命了 至於家長的方面 我知道有些家長 他並不是真正的要求孩子在音樂方面的表現要多好 他只是希望小孩在投入一項學習的時候 至少能夠維持一段足夠長的時間 讓他去體會 經歷一些過程 有的時候一開始你以為自己很喜歡 中間你會發現自己沒那麼喜歡 但是一旦撐過了那段時期 你可能又會發現更深入的層次的樂趣 因為音樂這種藝術形式 它不像是一些很比較表淺的那種感官的形式 因為它有點像是咖啡茶或者是紅酒 這類的我們需要去細細品味深入學習的這種快樂 在一開始接觸的第一瞬間 我們不見得馬上就能夠感受到那一種很深入的感動 所以這樣子的形式 你需要更長一點的時間去感受 去度過一些覺得有一點困難 有一點麻痹 有一點感受沒那麼好的那些階段 我能理解家長會以這樣子的心情 期望小孩能夠學得久一點 但是這個中間是非常難以拿捏的 因為小孩 你的小孩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的身心會處於非常浮動的階段 他的人生他的生活 有非常多事情需要去關注 對他來講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能對旁人對大人來說 都不覺得那些是事情 但是在當事人來說 他會為這些事情覺得非常的牽動他的情緒 牽動他的情感 他生活中有非常多的注意力在上面 可能是人際關係 可能是自己的身體健康 自己的成長 有很多層面的事情 那特別是青春期的小孩 那這些事情他很難跟別人說的時候 這時候有人卻一股腦的要求他說 你要堅持下去啊 你要去逼著他去做一些 比方音樂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學習 要持之以恆 這些事情對他來講都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你會覺得他敷衍 你會覺得他心不在焉 漫不經心的去想要去撐過這一切 我覺得家長了解到這一點之後 希望能夠把你的目標 把你的期望設定好 但是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過度的要求執行率可以 達到百分之百 達得非常的高 就是我期望你能夠至少撐兩年 你就得要在這個課裡面撐兩年 並不是這樣 我希望那是一個 我的建議是你把你的期望傳達出去就好了 希望能夠傳達出去 希望你的孩子能夠收到 有的時候你傳達出去的這個訊息 在他這個年紀是收不到的 需要更長的時間 他也許有一天就會想起 我當初我的家裡面的人 跟我說的那種那個意思 那個期望那個期許 想要為我所設想的那些 我慢慢的能夠理解的 但是他需要時間 所以並不是那麼即時的 我們對小孩的很多的教育也好 對他 你對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 那些影響 不論是好的 或者是不好的影響 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去醞釀 當然有些事情是當下可以看得到成果的 但有些事情則不是 我們如果希望說透過我的行為去影響他 透過我的命令去 言辭去影響他 希望他能夠長出一個我期望的樣子的話 那個本質上跟我們在訓練動物 是有一點像的 那出來的結果不會是很好的 他的內心還有一個層面 你是看不到的 那個層面你看不到的部分 將來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深 你並不會真正的理解他 所以我並不很建議 使用接下來我要說的這樣的設定 就是人生會有很多的困難 學習會有一些挫折 你必須要去面對 必須要去突破 當然這些磨動角度來說都是真的 但是我更 我覺得更建議的方式是 人生當中有非常多的事情 我可以幫助你去感受 也許有些事情我可以陪著你去感受 或者是你去感受之後 我很樂意聽聽看你的想法 但是我不會想要告訴你 怎麼樣做才是對的 我不會想要告訴你 你正在做一個錯的選擇 你應該要照我建議的 那個對的方向去做 我希望不會是那個樣子的 我希望那是一個陪伴他去感受 最近在玩音樂玩得開心嗎 哪些歌讓你覺得很喜歡 哪些部分讓你覺得有困難 你們的老師很混球之類的 讓他去感受這裡面的一切 包含人際關係 包含學習的音樂的內容 聽他想要跟你分享什麼樣的歌 我覺得有太多的事情 你們可以一起去感受 我覺得這是比較正面的 哪一天他突然覺得 他這個課學的不怎麼有趣了 他想要停下來 也許你可以聽聽他的意見 然後不置可否就移他去吧 因為人生當中還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會在後面的時間等著他 你現在加入太多你的個人意見 我覺得不會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接下來我想要講一下動機 也可以說熱情 在學習音樂的過程當中 通常我們會有一個動機 跑去找一間音樂教室 或跑去找一個老師說 我想要跟你上課 我要開始學吉他付點學費 就開始一個課程這樣子 那這個是動機 但我想要說的是再更深入一點的就是 熱情 引發熱情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些人是抱著熱情去上課 有些人則不是 他只是抱著好奇心去上課的 我看到街頭藝人打鼓非常的帥 我想要去體會一下 那樣帥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會怎麼樣 那是抱著一個好奇心 也許是抱著一種嚮往 我很嚮往某一個音樂家 他演奏某一項樂器那個樣子 所以我想要去學習類似的樂器 我想要去學習一樣的課程 這會是一個嚮往 你也可以說那是一個好奇心的一種 那至於熱情 那已經是抱著一種使命感 一直抱著一種我想要在這裡面得到一種東西 我很享受節奏帶給我的那種快樂 我很享受當我自己演奏出好聽的聲音的時候 我自己發自內心的那種感動 這種是熱情又不太一樣 在課堂上面我們會遇到的各式各樣的學生 有的人真的是只是有一點好奇心他就來了 有的人甚至是被家長放在這裡來的 因為他不知道這一段時間 暑假他不曉得要幹什麼 或者是有的家長會覺得他的小孩 既然也不想念書無所事事 不然你就去學打鼓好了 很多各式各樣的原因 小孩被送到我這裡來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 我也這麼建議同業 作為一個老師 我們在這個時候 與其你訓練他在演奏上面 得到各式各樣的 達到各式各樣的標準 還不如我們在 相處的 課堂上相處的過程當中 幫助他找到音樂方面的成就感 我覺得成就感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有的時候你接觸一個 你可能沒有興趣的事 但是你發現 我做的還可以耶 我學的還不差耶 然後 我可能在這方面是 有一點小聰明喔 去幫助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發現關於他自己的特色 去發現他自己 可以把某些事情做得還不錯 我相信這裡面 會得到一個小小的成就感 但有一個訣竅就是 我們不需要把這個標準設定的太高 比方說 你得要練出一首還不錯的歌 練到還不錯的程度 才能夠算是一個成就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也許那只是一個 你把一個音彈的順暢一點 把一個音彈的乾淨一點 或者是 你可以在音樂裡面 如何好好的使用某一個音 我覺得這樣都很棒啊 就是 只要你能夠讓音樂變好聽 只要你能夠讓 發出來的聲音 聽起來很對勁 這些都是很值得 鼓勵很正面的事情 從最小的事情 開始讓他感受到成就感 因為 因為在一開始他只有好奇心 甚至連好奇心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 給他一點點動機 讓他去 面對接下來有可能的挑戰 我們說要學音樂完全一帆風順 沒有困難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你有足夠的成就感 作為支撐的時候 從一點點的成就感 你可以說得到一點點甜頭也可以 你嘗到一點點的甜頭 你嘗到一點點的成就感 得到那個快樂 接下來 他也許就足以幫助你去面對 一點點的困難 當你跨越這一點點的困難之後 後面會有一個再大一點的成就感 這個再大一點的成就感 就能夠再幫助你去面對後面 再大一點點的困難 這樣子一波來一波去的 你慢慢你就可以發現這個 這個學生他可以 願意去承受比較無聊的 比較艱困的練習 比較複雜的理論 為了得到一個 比較遙遠的後面 得到一個巨大的成就感 他願意投入這樣的時間 跟忍耐那樣子的 無聊 那樣的無趣 我覺得他願意支付 因為他有一個巨大的成就感 曾經感受過了 他後面還想要更大的 我覺得怎麼樣去好好的安排 這樣子的過程 這樣的歷程 反而是一個老師可以花點心思去研究的 我們花太多的心思在教材上面 然後把眼前的這個人類訓練成 可以操作這個教材上面的這些東西 就像照著說明書去 去操一個機器人一樣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 的意思 這個事情就算不是這位老師 好像換別 換任何人都可以做啊 所以如果做為一個教育者的價值 應該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在 你可以幫助他 幫他找出一條路 在這裡面盡可能的有一些收穫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當然那個收穫 該怎麼樣的 算到什麼程度的收穫 才算是收穫 才算是一個好的收穫 那個標準 不是由老師決定的 也不會是由學生的家長決定的 甚至有時候跟學生 自己以為的也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 有關乎太多複雜的事情 有機會我會好好的說 但是你陪著他去探索的時候 有時候人連自己 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都不見得知道 探索下去才會發現 那作為一個老師 一方面是輔助 一方面適度的引導 但不是幫他做決定 這是蠻重要的 然後從剛剛講到的這一個 熱情動機成就感 這些事情 我們來回應到 被學生問的那個問題 就是吉他的初學者 在一開始遇到的那種 手指痛啊 或者是不容易按好琴弦 容易發出雜音 遇到這些困難 怎麼樣幫助他不要放棄 我覺得重點在於 你要幫助學生去理解 這些事情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在此時此刻 這個初學剛接觸吉他 不管多久 就是這件事情對你來說 它顯然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掌控的 但是你的人生目標 並不是要掌控這把吉他 掌控這個琴弦 而是看看你能夠用這把吉他 做點什麼 做一點有趣的 好聽的聲音 或者是彈出一些好聽的音樂 所以合理的去探索自己的能力 合理的去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 當然一開始可能是從零開始的 當你從零開始的時候 你何不從零開始去挑戰一呢 你從零到一 這是一個多大的進步 從無到有 我覺得雖然那個距離只有一 你覺得很棒 後續也許還有一百萬 你要慢慢的去一點一點的去爬過去 但是一開始從零到一 這很棒啊 你已經比過去的零還多了無限多倍了 再來就是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增加 所以按出雜音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彈準拍子比按出雜音還要 彈準拍子比聲音彈得乾淨還要重要 何不幫助他把拍子彈準 何不幫助他探索什麼是好的拍子 我覺得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當這把吉他的這一個音不好按 然後這個和弦不好按 你可以按比較簡單的和弦 可以按更音跟三度音 或者是更音跟五度音的和弦 這樣簡單的和弦也很好玩啊 也很好聽 彈一些簡單的歌 再一些比較輕鬆的把位 我覺得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幫助 學生把他目前所要彈的東西 簡化簡化再簡化 老師的價值通常 不是在於說 教給學生一個很複雜難到爆炸的東西 並且把它烤倒 應該是你可以把原本要教的這個內容 不斷的切割切割切割 別人也許只能夠切割成 100個等分的小步驟 你能夠切割出200個步驟 切割出更細小的步驟 每個步驟都變得更簡單更好消化 幫助你的學生不用一步就跨得很遠 這會是一個很棒的教學能力 我希望很多的老師都可以做到 至於學生呢 我希望你可以知道 不要理所當然的覺得說 我好像做不到某個標準 那就有點遜欸 我是不是真的有一點弱啊 不要這樣想自己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一個自己的 學習成長的那個樣貌 這個學習的過程就像是一個故事 一個劇情一樣 你的劇情會長成什麼樣子 基本上可能跟你自己以為的不一樣 你只有好好的去走過一遍 才會知道不要給自己太多的預設立場 就是我應該是一個半年內就可以 學到什麼東西的人吧 如果做不到那不是很鳥嗎 我覺得不要用這種想法 應該是我試試看這半年內 我會得到什麼東西 然後當然我覺得學習 真的有一個比較難說的就是 你不知道你會不會遇到一個 跟你合得來的老師 如果遇到一個合得來的話 你們可以相互合作 我相信一起玩音樂 應該會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所以保持跟你的老師溝通 知道說 為什麼我這邊會卡這麼久 我是哪裡不對勁 我們能不能夠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 讓我可以繼續在音樂裡面 得到一個成就感跟快樂 我覺得這樣的想法跟這樣的討論 會非常的正面 最後我想要講的是跟自我接受有關的 因為每個人的天分說實在真的不一樣 我不能夠告訴大家說 學習就是99%的努力跟1%的天分 沒有沒有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們指一個客觀的標準來說好了 就是我們非得要達到一個成就來說的話 假設那個成就又定的有點高的話 這個過程很可能是99%的天分跟1%的努力 但是說回那個打籃球的例子好了 難道你們這些球場上在3對3的 難道你們這些莫名其妙就一假日就抱著籃球往球場跑的 你們這些下課10分鐘也要去打籃球的人 你們真的都認為自己能夠進得了NBA嗎 當然不是這樣子吧 打得很開心不是很棒嗎 這本身就是一個最快樂的事情啊 所以在學音樂的時候 我們沒有必要用這種客觀的標準來壓垮自己 每個人的天分不一樣 每個人能夠投入的時間不一樣 有的人是上班族 有的人還要養小孩 他只是想要在音樂當中找一個出口 每個人掌握的資源也不同 所以在音樂的路上他可以 永無止境地去探索去嘗試 他可以嘗試到非常多的錯誤 都不會把自己搞垮 但是有的人資源有限 他沒有辦法錯誤太多次 所以每個人對於錯誤的承受力是不一樣的 總之 所有的條件都不盡相同 所以 對於每個個體來說 最好的就是 你要能夠接受 並且欣賞自己玩音樂的樣貌 不要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玩出一個很酷的樣子 那我就是一個不酷的人 說不定你真的就 你就不是一個很酷的人 但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感動的方式 當然如果你剛好就是你自己 想像中的那個白馬王子白雪公主 那也是不錯啦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 並不會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在不理解音樂的時候 對這個領域的很多的想像 事實上 都非常的虛幻 最後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對著家長們說的 雖然我的學生裡面 比較年輕的孩子只佔了一小部分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很重要 因為他們的未來的人生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家長所影響的 我想要對家長說的是 孩子們他們將來所 人生當中所有很多的遭遇都是要獨自承受的 如果我們不是很確定怎麼樣的教育 對小孩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幫他所做的決定 有沒有可能將來把它導向一個更糟糕的結果 把它導向一個窘境呢 如果我們沒有很高的把握的話 要非常小心自己所做的決定 不要把小孩的個性 不要把他的人格給弄壞掉 這一點幫助都沒有 在我30年來的教學的生涯當中 我有見識過非常多因為家長出於善意 而把小孩搞歪掉的很慘的經驗 那這樣子的情況我覺得 希望可以在未來我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例子裡面 可以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今天先講到這裡